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 就洗黑錢服刑之後出獄 至今近兩年都未到台灣自首 死者潘曉穎的媽媽 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特事特辦 在香港審理案件 不過有律師認為不可行 陳婉桐報道 潘媽媽星期三在靜總愛美營召開記者會 她早前邀請陳同佳和她的父母 協助她的性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銘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和周浩鼎出席當面對質 可惜她們一個都不敢出來 是我意料之內的 她們哪有這麼膽來面對我 如果她們做的事是對得次良心 人在做天在看 被問到鄧炳強日前說過 保安局在案件之中已經沒有角色 怎會沒有角色的 她們受納出人的身材 她們又不做事 香港可以做很多事 香港都沒試過 就說沒有角色不做事 可以在香港審的 為何不去試試 每天都是看著做不到這宗案 而女兒就 不可以沉冤得輸 永遠都是這樣 拖下去 我們真的很辛苦 真的 不過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 潘馬馬提出 由台灣當局送證據過來 在香港審理的做法不可行 刑事罪行是有地域性的 意思就是說 在哪裡發生的刑事行為 必須要在那個地方進行審訊 因此在香港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法律權利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全世界都不需要有 疑交疑犯這些安排 管控明回應說 明白潘媽媽的心情 認為自己一直在做的事 是希望陳同佳能夠面對過錯 回去台灣自首 強調對得著良心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同輝道 等等 你可否有 有線電視記者 有線電視記者